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 其實你們看我的Vlog 都知道我平時都看了很多產品評價 今天為何選擇拍片做產品評價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化妝削 所以拍片應該會看得清晰一點 看看我的手有些什麼 我待會再說這些 我的手就是有些產品 看看有什麼產品 第一樣我畫了在這裡的就是Urban Decay 24-7 Eyeliner 它平時我用不太脫 如果到8-10小時都有少少脫 這個其實是蠻防水的 還有防油 另外第二樣這瓶黑色產品 就是我平時用的Maybelline Great Lash Mascara 香港是不能買的 那時候我是去美國買開就買了 這個我覺得也很好用 因為它不脫掉 而且是很長的 你的眼睫毛可以塗到 然後第三樣東西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我的手白了一塊 那就是粉底 那我就用Bipsa這個粉底去試 好 然後這邊 那這邊呢 這一塊 這一塊 我看不看到 我看不看到 第二樣的 就是NYX的唇膏 它也很潤好持久 當然它也會脫掉 但是我今天也想拿它出來看看 如果一個普通的唇膏 這一枝流妝的東西能不能落到呢 然後最後 MED的唇膏 這個就是普通唇膏 那我就試完它 看看普通唇膏 它也能不能落到 好 那我就說回這枝 那這枝呢 那這枝呢 牌子是Cruel 其實它是Under花黃的 那它呢 就Made in Japan 對 大家看到了 Made in Japan 那還有呢 它就香港賣120元 它就有130個g 那如果日本賣 就更便宜一點點 我聽聞好像是 10-80元 那如果那些Yen便宜 那時候就60多元都有了 那如果大家 就是看了 覺得自己也想試 那可能去日本可以買 或者香港某些屈臣市都買到的 那好 現在廢話不多說了 那我馬上試給大家看 那它就是GEL狀 OK 那我擠了 擠了 那擠了多少呢 那其實我一塊臉 我就用大約一粒啼尼紙 那現在其實我擠多了 因為我只有一隻手 不過我都想擠個份量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其實看到它也是很GEL狀 就跟平時那些油是不同的 那我們整片白下去 就開始來了 那我就看了 我覺得這個最精彩 回去拿到什麼 咦 有些東西不用 那大家看到推開的時候 它也是GEL狀 它也是 看到嗎 GEL狀 大家可以等到我一會兒 因為其實要按大約30秒 那大家看到這裡的顏色 已經是變了發開 睡低色 那這些位置我又按多一點 那有些呢 又很穩定 還在我的手上 這樣玩我也是第一次的 所以都很新鮮的感覺 好了 按到差不多 一會兒 通常你們用MAKE UP REMOVER GEL 或者一些CLEANSING MILK 都推薦用TISSUE OFF 然後再沖水、洗臉等等 但我自己就未必會TISSUE OFF 因為有時抹一些色素出來的時候 抹一個MAKE UP REMOVER GEL出來的時候 太興奮了 因為你又看到 嘩 抹了一些髒東西出來 然後你就 第二下又死擦爛 然後又覺得 嘩 沒那麼乾淨 大力一點 其實你是在扯傷自己皮膚 所以我通常這些都是直接過水 因為反正之後都洗臉 洗一些油份出來 所以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不過除你喜好 如果你要TISSUE OFF的時候 記得要溫柔 溫柔去對待你的臉 不要扯 好了 我現在過水了 有沒有開水後 你看我好像很大力 其實我不是的 我是輕輕輕輕輕輕地 捉一些GEL出來 你過水也是 不要那麼大力捉自己的臉 因為如果鬆了 皮膚就很難補救了 OK 好 抹身封給大家看 那抹臉也是 我們用按的形式 不要扯難扯 因為你天天不斷扯你的皮膚 皮膚很快便會鬆弛 好 起 剛才有六樣產品 現在只有1.5樣 1.5樣在我的手上 再重溫一下這1.5樣是什麼 例如剛才很深色的眼影 唇膏、唇膏、唇膏 以及粉底 都已經脫掉了 還有手過水後 基本上是沒有一層東西在手上 而且已經很平滑 你們之後再洗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結論是 如果你化一些比較淺色的妝容 或者只塗防曬、粉底、外面、滑眉 其實用這個妝容 已經很足夠了 但如果你說 我用眼鏡、塗膏、塗膏等 你會看到它是洗不到的 所以你要用另一瓶 專門的眼妝容 先去除掉 然後用這個 這個我試過在臉上擦 和眼睛 因為我有時化一個普通妝容 所以用這個回家 立即下 它擦眼都不膩 我對眼都比較敏感 但它都不膩 大家可以放心用 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